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不说卫生问题 大家都知道要教孩子男女受受不轻 幼儿院却这样让孩子搂搂抱抱甜奶油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老师派的照片 但应该搭酒不离食 张瓦县教育处林明玉指出 不能苟同这种行为 教导辅导团将进入调查 了解相关当事人说法是否违反 事儿保护之相关事因再决定是否成熟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记得半个月前 一辆满载辣椒的大货车发生侧翻 成千上万只辣椒倒进河涌里 而昨天同一个地方 早上六点半 一辆大货车侧翻 二十吨菠萝也全都倒进河里 然后被文讯赶来的人抢得差不多了 而为了哄抢菠萝 大家也都各出几张 你有你的徒手精 我有我的装着走 还有靠智取 一位阿姨把抢回来的菠萝藏到了花丛中 这位大叔把菠萝吃得津津有味 完全不顾菠萝从黑色河泳中捞出来 十多名民警现场维持秩序 制止哄抢 但消息传开后 出现了更多人的哄抢菠萝 其实这个位置已经多次发生交通事故 附近的街坊表示 这里经常发生大货车侧翻意外 因为急转弯位置 货车司机如果疲劳或超速 很容易发生意外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根据报道 从墨尔本云海缭绕的高层公寓 到悉尼周边的庄园豪宅 近几年 中国投资者买下的房产已遍布澳大利亚 而祖团赴澳买房的中国土豪更是络绎不绝 澳大利亚目前已经成了最依赖中国的发达国家 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购房 推动了房地产价格暴涨55%左右 目前中国土豪在澳房产总价值已超过10亿人民币 其中最年轻的投资者仅24岁